小小米球我們今天要講什麼故事 棒棒天使 對 就是棒棒天使 你知道什麼是棒棒天使嗎 就是一個棒子 就是一根棒子喔 是這樣嗎 這麼簡單 我們來看看 棒子 它真的長得蠻像一根棒子耶 細細長長 啊這是誰啊 好像一顆球 像一顆球 胖胖的 好 那我們來看這本書 棒棒天使的身體 就像一根棒球棒 那麼細 那麼長 你看真的是又細又長耶 棒棒天使的好朋友 名叫胖胖天使 他們兩個在一起 就像球棒和棒球 誰是球棒 棒棒天使 對不對 那誰是球 胖胖天使 應該叫瘦瘦天使 瘦瘦天使 瘦瘦天使 是嗎 胖胖天 因為它瘦瘦 喔 因為它瘦瘦的 對 棒棒天使瘦 胖胖天使胖 棒棒天使高 胖胖天使矮 一直棒棒跟胖胖害媽咪都要 車頭打劫了 所以你看 棒棒天使很高很瘦喔 是嗎 是嗎 然後胖胖天使很 很胖很矮喔 他們都會飛 一個在白雲上面飛 一個在白雲下面飛 是誰在白雲上面飛啊 棒棒天使 棒棒 那誰在白雲下面飛 因為它太胖了是不是 飛不起來 飛得比較低一點 對嗎 他們的玩具就是天上的雲 棒棒天使的雲小 棒棒天使的雲多 喔 你看 棒棒天使只有兩朵雲 可是胖胖天使有很多很多的雲誒 胖胖天使用一朵蛋 大雲做了一個大象滑梯 棒棒天使用一朵小雲做了一隻小烏龜 喔 你看 像大象一樣的形狀 然後鼻子可以當溜滑梯來使用 然後這裡有一隻小小的小烏龜 是棒棒天使做的 下雨了 他們照樣飛 橫著飛 會淋雨 直著飛 不淋雨 對呀 你看橫著飛 他的身體有一半都 至少大半都在外面 對不對 可是直著飛的話 就可以用雨傘 整個遮住 對不對 棒棒天使不去曬太陽 身體是濕的 胖胖天使跑去曬太陽 身體是乾的 他們比賽變魔術 棒棒天使一揮手 變出一道長長的彩虹 胖胖天使也一揮手 變不出 變什麼 變出來的彩虹太短了 不能用 所以你看棒棒天使的彩虹這麼長 可是胖胖天使的彩虹只有這麼短 不能用啊 好可惜喔 他們把彩虹放在水中 當作一條彩虹船 棒棒天使身體輕 船的這頭往上翹 棒棒天使身體重 船的那頭往下沉 所以這是敲敲板的原理啊 對不對 重的那一邊會往下 阿青的那邊會往上 他們玩累了 兩個都想睡了 棒棒天使說 晚安 胖胖 胖胖天使說 晚安 棒棒 他們兩個都睡著了 這就是棒棒天使和胖胖天使的故事 很可愛吧 李安 默默 比你會放過 你在說一邊